那位引導牧羊潛在工作時候 他有個特性 他非常安靜 他並不會亂亂叫 他是用他的眼神跟他們結束度在驅趕羊潛 所以我們的Healing Dog引導牧羊潛 他還有一個非常可愛的英文別稱 稱為I.O 並不是眼睛狼 而是用眼神在工作的牧羊潛 那位注意到我們牧羊潛 為什麼呢 因為他看我們楊妹妹有沒有亂跑 不聽完楊妹妹他會全速趕回來 讓他們看到葡萄牛仔現在往反方向走了 大家注意我們楊妹妹會跟著葡萄牛仔走 這個是不是楊妹妹特別喜歡葡萄牛仔 因為他比較帥嗎 其實並不是這個是牧羊潛的天分 他們天生就會將羊群往牧羊潛在身邊趕過去 這種天分訓練有訓練不來 所以哪怕是同一胎的小狗 也不見得有這樣的天分 我們發現有這樣的天分的牧羊潛的小狗 我們把它挑選出來 嚴格的訓練才能成為我們合格的牧羊潛 那葡萄牛仔現在準備要將羊潛帶往炒貨 為大家等一下再展示一下 讓我們的牧羊潛再次將我們的羊潛給帶下來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在炒貨上有兩塊木板 這個木板的中間在國外成為窄門 這個是國外牧羊潛的競技項目的一個關卡之一 通常在國外比賽的時候 一隻牧羊潛大概帶領10隻的羊妹妹 來通過這樣的窄門 就可以通過訪練 那我們今天場上將近快50隻的羊妹妹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看我們葡萄牛仔 跟他的牧羊潛可不可以讓我們所有的羊潛 來順利通過這個窄門 來 葡萄牛仔準備好了嗎 OK 我們來看看我們牧羊潛 來 準備將我們羊潛再帶下來 我們來看看他們可以精準的通過我們的窄門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利偶會跑到前面 注意看喔 他會到羊潛前方 會趴下來喔 他在做什麼動作咧 大家注意看喔 他其實在觀察我們的羊妹妹 而且要這樣做一個羊群煞車的動作 不要讓我們羊群跑太快 那現在他準備要向我們羊群 驅趕往窄門通過 可是今天我們來不及了 來得及嗎 喔 利尾真的很快喔 羊妹妹沒有通過窄門喔 他還試著要把他們趕回去喔 來 NG了一次喔 來 我們先掌聲給我們利尾鼓勵一下 給大家加油 今天真的天氣非常熱喔 來 我們利尾來 我們給你加油 準備教我們所有羊群帶領通過這個窄門喔 所以這個 牧羊群的心裡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他發現他做錯了 他會趕快的去把羊群 把他再帶回來來導致他的工作 來 那我們注意看喔 來 那我們注意看喔 我們看一下 對不對 羊群等一下如何通過窄門喔 來 我們注意看一下喔 欸 講真講真 有沒有看 來 羊妹妹全數通過對不對 來 掌聲給我們莫羊群鼓勵一下 來 羊群準備通過西部小 回到我們台市這裡 讓我們金小姐來做今天的分類工作 那我們剛剛要講呢 他好像兩隻有毛的羊妹妹跟他自己關係 黑色的羊妹妹也跟牛仔關係喔 這個工作在國外成為Dropping 兩隻手同時操控兩片門 要非常精準 而且快速在將我羊妹妹做分類 欸 首先他已經抓到一隻黑色的羊妹妹 欸 小姐 我要有毛的 那個沒有毛的不用抓齁